第四个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模范生 这是台泥 台湾水泥 台泥到最近它的也布局电池 之前台硕有布局电池 台泥也布局电池 那这个台泥的这个电池 它是做在英国的飞天计程车 这个上面它底下的 跟底下的台湾的一个能源制造公司 叫能源科技Molysell Molysell 就是说它做的这个电池垂直起降飞行器 它里面会用到这个能源科技的原柱型的 原柱型的离子电池 那这个飞天计程车是什么 我没有看过 在台湾也没有看过 你要我做呢 我还不大敢做 万一这个车子摔下来怎么办 那么它现在这个 但是电池 我们现在看里面的电池 这个飞天计程车这个公司 是在英国布里斯托的一个公司 在去年12月已经在纽约挂牌上市 那么将来看起来 这个中间会是一个很时髦 而且是很流行的这个产品 那这个台泥的能源科技 是在高雄的小港兴建 超级电池工厂 那我们有几个观察 第一个是台泥真的是积极的转型 非常的令人佩服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是飞天地乘车 这个可能值得大家注意 因为你路上就是交通阻塞 所以你飞到天上 我觉得人类很聪明 飞到天上 你路就不要阻塞 第三个是这个新能源 就是这个领域 我想有更多的新的应用 不是只有太阳能风力发电 那有很多新的应用 这就是一个新的利用 这就是这个产品的状疑 领域的 那是什么所谓的 这就是很耐独的 怎么能好了